你清醒一点 范总 这就是你讨婚三年外公期 哎 轻点条 有没有搞错啊 这是哭戏 你也别命的 坏人 不好意思啊 导演 可是 上夫人看起来过得很不好意思 好好地饭是夫人不得了 非要闯什么娱乐圈 还有那个群演 霸总呢 赶紧给我找来 哎 快点 导演在等你呢 哎 你知道我是什么 霸总 退婚呢 没错 哎呀 枪屏就等你一个人了 一天五百箱的合法包机团 大伙 没看出来你演的不错嘛 以后关注我混吧 我可是记走了你六号 好卡 啾啾这次演的不错啊 都是导演知道的 正好还有个角色 你快演了吧 果然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啊 这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好久没看总裁笑得这么开心了 看看看 这样不行导演 吃饮怎么能唱主角的戏呢 他的主要作用就是衬托我的美丽 还有旁边的男主角 也得婚 开始啊 第三集第七场有句台词 第十一场需要换衣服 你一个月就三千块工资了 干嘛这么贫啊 找个轻松点的工作不好 你不懂 梦想说不没用金钱来洪凉的 这是我的事业 而且我马上就要演女二号了 台词还不少呢 所以 这就是你逃婚的理由吗 我喜欢你 你不是在跟我对戏吗 接下来 你应该把我的椅子转过来 一只手扶住我的椅背 一只手抬起我的下巴 你看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 太自欺挫了 只有人 只有人 我先走了 范总 你不是说好来退婚的吗 怎么还谈识恋爱了 你抖什么 这一定要知己知己 嘴硬 灯光往这边来点 然后 导演 这个角色不是说好定我的吗 怎么临时换人了 谁让你演技差呢 人家萱萱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导演 一定是我上次没发挥好 您再跟我一次 还是什么 就算你比人家萱萱演得好 人家家里有背景 现在 这个最重要 懂不懂啊 不过也别灰心 年轻人有机会了 可我真的为这部戏准备了很久了 我告诉你 别不说好歹 你再多说一句 就封杀你 听懂了 我看谁敢封杀你 范总 制作方的人都在这儿了 您是范氏其烦 范总 谁说九九没背景 我就是他的背景 你们这部剧我头了 前提是必须让九九来 我 我就是说九九最合适嘛 这不许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的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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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